我们找全部里面的RANK函数 那RANK函数呢 基本上也是两个参数 三个参数 一个是LAMBER 一个REF LAMBER指的就是说 这个的几率是多少 合计的几率是多少 按确定 那当然LAMBER就是它的几率 第二个REF指的就是说 它这个几率在全部的范围 REF指的是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再建立一个叫合计的名称 或者是说干脆直接选好了 直接选往下选 把这个范围给选起来 然后记得这个范围要按F4 把它锁起来 不过如果你用名称的话 就不用F4了 为什么 因为它名称一定是固定的 那order的话 它这边有跟我们讲 0或省略表示递减 那1的话 其实其他我一般习惯就用1 就表示递真 那一般的话排名应该几率高的会在上面 所以越来越少嘛 那应该是什么 递减 所以递减的话 0或省略比较递减 那就是0或省略 如果你懒得打的话 你就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 表示就是递减 所以排名的话直接怎么样 直接往下填满就OK了 那不过最后 假如说我希望做出什么效果呢 因为我现在去那个 等于是去买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去买那个 这个这个 乐透财 OK 那我希望 可不可以提供给我7个号码 那我就利用这个7个号码 去买这个乐透财 那怎么知道说 前7名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 前7名 假设最后我们再加一个效果 我希望把前7 前面7名的这个排名 帮我用不一样的颜色 就是标示一下 这个好像在前面有点像那个 礼拜六礼拜天 类似的做法 礼拜六一个颜色 礼拜天一个颜色 那这个也是一样 只是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是用一个什么公式 那其实在这边可不可以用 类似公式的做法 当然可以 方法差不多 如果你今天 希望把前7名的颜色更改为 比如说黄底 红字好了 那怎么做 那以前比较笨的方法 当然一个一个慢慢找 当然比较聪明 可能就排序 排序 然后再排一下 可是最后还是要把编号再排回来 其实还蛮不方便的 最快的做法应该是 在这个地方设定格式化条件 有没有 还是一样新增一个规则 那这个规则一样是由公式来决定 那一样 就是说跟前面做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等于 那由第一个当基准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把一 这个是多少 一二当基准 如果一二这个储存格 它的条件 是怎么样呢 小于 小于八 或者 其实就小于等于七 这样会比较好理解 也就是说呢 如果里面的值 它是小于等于七的时候 那做什么事呢 就是做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的话呢 我希望它的颜色改成红色 它的底色改成黄色 就类似像这样子 回来 然后按确定一下 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条件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条件 OK 这个应该跟那个 我们前面做的那个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其实还蛮接近的 所以这种做法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然后按确定之后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七个号码 会不会自动帮我换个颜色呢 有没有 你会发现七个颜色 马上就标示出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要签几号了 有没有 就讲十二号 二十一号 二十七 二十八 这几个 那当然如果你的数据月够的话 因为这只有101跟102 那如果